在全球时尚界最具影响力的盛世之一,巴黎时装周期间,中国超级巨星王一博再次以其独特魅力和顶级规格的出行方式引发了公众热议。 2024年3月3日,这位万众瞩目的大明星抵达法国戴高乐机场,他的到来不仅为巴黎带来了东方时尚的兴奋上,更展示了一位国际级艺人享受的超凡礼遇。 在此次行程中,黄一博的抵达及离场安排堪称教科书级别的高端服务体验,不同于普通乘客通过航站楼到达大厅的传统流程,黄一博直接在停机坪被品牌方派出的专车接走。 这一举动无疑展现了他在时尚圈乃至整个娱乐行业的极高地位,要知道在高度安全管控的国际机场,停机坪通常对非授权车辆有着极其严格的限制。 能够实现停机坪直接接送的服务,不仅需要提前相当长的时间进行细致入微的申请与审批,更需经过严密的安全检查与规划,确保全程符合航空与安保法规。 不仅如此,陪同王一博的并非人们预想中的女助理,而是乐华娱乐公司的副总亲自出马,甚至体贴入微道帮助处理行李等细节事物。 这也凸显了公司高层对于旗下当红艺人的重视与呵护程度,而原本热情高涨,巧手以盼接济的粉丝们虽然未能第一时间在常规出口见到偶像本人, 但得知是乐华副总这样的高层人士亲自护航,一足以见证王一博在团队内部的尊崇地位。 巴黎带高了机场,为了迎接这样一位特殊的客人,特别提供了VIP专属通道服务,从停机坪直达海关,并由机场专业人员全程引导,避免了公共场所可能带来的拥堵与纷绕。 这种近乎国兵级别的接待标准,让王一博从下飞机的一刻起便置身于一个私密且高效的环境中, 确保其能以最佳状态投入接下来紧张而精彩的时装周活动。 每一次王一博的公开亮相都如同一场精心策划的艺术展示,这次霸丽之行也不例外。 他不仅用自身独特的时尚品位征服了无数镜头,更通过这种极尽奢华而又不是低调内敛的出行方式,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顶流艺人在全球舞台上的非凡影响力与无与伦比的待遇水平。 每一次他的出行不仅是个人风格与实力的展现, 也是背后强大团队支持与高效应做的体现, 让人们见识到了娱乐圈金字塔尖端人物的生活方式与行业规则。 王一博的巴黎时装周之行,无论是在时尚穿搭上引领潮流, 还是在出行安排上彰显尊贵, 都无疑刷新了大众对名人出行豪华体验的认知, 也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全球范围内作为超级巨星的形象, 而这不仅仅是一次出行,更是一场融合了时尚, 文化与商业运作的华丽盛宴。 那就让我们期待王一博的巴黎时装周看秀之旅吧。 毕竟2024年的王一博出现在大家面前的频率实在太低了, 难得有如此活动,好好期待吧。